请你找相关人员去采访 看到了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但是经过新民网记者的一番努力之后 对方终于答应尤其董事总经理 在四点之前给我们一个答复 现在我们已经等候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对方将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解释呢 我们拭目以待 你是说那个巴黎的那个吧 我觉得他做的这个广告 我真的不清楚 他是以后是往哪里发的 而且如果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这个我还是要再强调 因为毕竟你要 我受尽力配合把事实给传出去 我觉得如果我们还要更要 更多讯息的话 我觉得我们要 我要仔细的去问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 好吗 因为我觉得他做的这件事 肯定是往哪里发呢 我真的是不知道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的员工 因为我的员工 我们一起来工作都是中国人 对不对 而且我们每 TBWA不是一个政治方的一个企业 就是non-political 我们不是为政治去做创意的 每一个创意是为了客户的品牌跟业绩做交代的 然后这些所有东西都是为中国市场而做 为中国人民而做 而且都是来自于中国人的 所以我们是肯定 我们的表态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我觉得 TBWA中国在这里已经是有几年的历史 我们从现在到现在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这样 有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 所以讲到我们有政治的观念或者怎么样的 是从来没有出过 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也不会 OK 因为有很多网友现在出现一种抵制的一种情绪在里面 那你们会不会担心你们的客户会受影响呢 这个当然是会的 第一其实我第一个担心 两方面都担心的 我不想因为是我们而招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带给我们的客户 因为这个不需要做这件事 所以其实一发生的时候 好几个客户已经 我们已经早就通知了 很多客户就好像员工一样 他们都蛮支持 因为他不是第一天跟我们合作 他也知道我们的 我们的stand 我们的position 我们的定位在哪里 所以他们讲完之后 他们也有 我们跟他谈的时候 当然是要make sure他有自己的预防 OK 第二件事呢 对那些不明 当然不倾向的 不了解整个真相的 不开心 我可以了解 因为很多人住在中国 不管是黄皮肤也好 白皮肤也好 黑皮肤 第一个感觉是觉得 这好像不是正确的一个反应 我觉得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所以可以了解 中国人的看到这个 这个抵制 这个情形 可是我希望 我可以做到的就是 把事实说出去 人家看了就觉得 嗯 那也就 希望是可以平息的 因为毕竟肯定有人会犯错 然后那个人犯错 是不是故意的话 我就真的觉得 我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不是 然后TBL国际 跟TBL巴黎 现在在做什么 我所知道的东西 就是我现在跟你讲的东西 所以我不知道东西 我就不会讲 可是我觉得 我深信 我们的企业 会负这个责任 是肯定会的 不会 所以我不想你们觉得 以为是说 啊是某某人这样做 然后我们就这样推下来 不可能的 这个是一个一半的事实 可是 这个是个事实 可是下面 要做的动作是什么 是也就是你们要写的